你怎么啦 我没事啊 对了 祖安 你的钱包 怎么会在你这儿 昨天你送我回去的时候 落在我家里了 我还以为丢了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谢谢了 没关系 脸色怎么这么差 你真是虐狗现场呀 太虐狗了 你真是虐狗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隐瞒我 没有啊 好吧 那等你想说的时候 一定要亲口告诉我 我们之间应该坦诚相见 不应该有任何隐瞒 对不对 当然了 来 吃药 嗯 嗯 啊 怎么了 还是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 你怎么不走啦 你怎么不走啦 也没发烧啊 你的高度是体温计嘛 我小时候 我妈就是这么给我测的 好在顾女侠的身体素质 特别好 这点感冒 不算什么 可是你还是要休息 嗯 我送你回去吧 嗯 嗯 怎么了 我不要 我想和你在一起 好 那我带你去个地方 好 上车 报警 好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我带你去 把药吃了 苦 说话 我都已经没事了 那也不行 我要是把药吃了 嘴里总是苦怎么办呀 你先把药吃了 我有办法 先苦后甜 好吧 嗯 苦 闭眼睛 不开 还苦吗 你说呢 真是受不了你俩 这狗粮傻的 你们俩怎么来了 我们呢 本来是想找你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可是远远地看见你们俩在这儿 没想到 给我们俩撞进这喉田喉田的一幕 小马 你瞧瞧 我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瞧你说的 有那么夸张吗 你们俩能不能考虑一下 我们这单身狗的承受力呀 好了 我们好久没聚了 今天 我请大家吃饭 当真 事先说好啊 不准挑贵的饭店 行 那就在这儿请我们吃糖吧 顾小马 你个见色忘义的家伙 好了 走吧 我们 等 我等一下 我要回宿舍换摄衣服 我得打扮得美美的 走 走 顾小马 林娜呢 你 干吗 你又要找我吵架 谁用那么多闲工夫给你吵架 陈老师说 下届实验课要换一批新的大体 让我叫你帮忙遇到教室去 实验课不是明天的吗 怎么现在就要去 说是要提前准备 怎么 你不信 不是 那去走吧 那你等我一下 顾小满 你是不是以为是个人都会宠着你 好吧 走吧 小满 林娜娜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陈老师说让我们运一下实验课的大体 运大体 实验课不是明天吗 好像说是做什么准备吧 顾小满 你还去不去啊 等你到了别说大体了 什么都凉了 刘大 那我先走了啊 那我也去帮忙好了 好呀 不行 为什么呀 我找你去是因为你力气大呀 刘大就算了吧 我不想和他一起去 到时候大体哪儿磕着碰着 算我责任怎么办 我力气比你大吧 我就是不想和你一起去 顾小满 你还去不去啊 要不你也别去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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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嘛 他一教小姐还嫌我了 好了 刘大 那我先去了 一会儿回来一起吃饭 嗯 拜拜 我来 其他人呢 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吧 还不是怪你 磨磨蹭蹭的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他们早就帮完大体回去了 我只不过是负责锁门而已 哦 那我们也快一点吧 顾小满 你到底是真纯还是假纯 你这样让我觉得骗你很没有意思 你说什么 别弄了 你干什么呀 快看他 我跟你做过这笔账我记一下了 你中午不会笑得很开心吗 你别笑啊 你别玩了 你快打轮打开 谁跟你玩了 你要现在向我求情 我就放你出来 你和沈晨阳分手的事 真的不关我的事了 你到现在还那么说 你知不知道我和他在一起 我没有一天是开心过 我每天都在担心 你会不会又招惹到他 他会不会离开我 你都已经有所案了 你为什么还不放过他 林娜娜 自从你和沈晨阳在一起以后 我基本上就没跟他说过话 我 我再介绍自己的男朋友 和别的女生在一起 是什么心情了 我怎么会对你做出这种事呢 那你的意思 就是沈晨阳他自己犯贱 放不下你是吧 我就更犯贱了 连这有的留不住他是吗 我不是 我 顾小玛 我永远不会原认你们 林娜娜 你别玩了 你快回来啊 林娜娜 我 不是吧 没有信号 感谢观看